县府在交通部观光署经费不助下 也在石马公园内新建多项设施 叛为地方带来人潮拓展观光 日线启用典礼正式登场 各界都踊跃出席一同见证 这个石马公园是在我们小半天的风景区 那这个地方呢 这几年来在我们地方政府大家努力的推动之下 已经把我们地方的产业跟观光景点来做结合 县政府这边呢也把周边的景点 包括了这个赏景的平台 还有包括凉亭 还有很多观众席的部分 重新做了一些的修缮 那希望呢用一个最好的环境迎接全国的游客 以及我们在地乡情能够使用 那邀请所有的好朋友来到我们鹿谷乡 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来赏樱花 那同时呢能够来这里休憩住上个两天 相信一定可以让大家不管在任何的时节 在我们鹿谷乡都能够有很美好的回忆 县远全顶也承赞幸福的用心 相信透过石马公园新建设施的启用 能有效串联地方产业与观光带来发展效益 那石马公园呢 这几年呢 也可以说是六国的一个很好的景点 它地理环境位置呢都非常的优 然后尤其是最近呢 这几个月刚好就是在盛产冬笋的季节 那我们看到呢南投县政府呢 在我们竹林村的石马公园的用心 在年前我们的县政府呢 赶快把我们石马公园的整个的周边设施呢 能够做好 这结合了我们的休闲观光 以及我们的农产 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点 让我们春节期间的这个游客呢 来到这个地方能够好好的来赏樱花 那也能够好好的来品尝我们在地的一些农特产 而后续县府对石马公园做造有许多改造规划 县议会秘书长李蒙真也是相当认同县府的用心 并提出建议盼能为地方观光发展带来更高效益 听到县长希望说 孙岚市长已经这么老旧啊 是不是能够做一个重新的规划 那如果可以再规划一些摊贩区 那让文创商品尤其打量石马公园 必须要有石马相关的文创商品 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行销呢 可以走向全世界 那相信石马公园今天是一个起点 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整个西头路线 包括小半天这边有更好的发展 仙女吴瑞芳特助年年生也代表吴一元 感谢县府对小半天地区公共发展的重视 邀请民众有机会都能够前来石马公园一游 新的一年我们鹿谷乡多了一个新的景点 就是我们石马公园 中央与地方政府花了两千多万 在我们石马公园做了很大的建设 那欢迎我们外地的游客可以来鹿谷走走 也欢迎来小半天石马公园走走 然后除了呼吸到好的空气之外呢 还可以买到我们好茶 然后好的伴手礼 议长和松峰肯定先府建设地方的用心 相信就有石马公园各项先建设施 能为地方带来更多人潮 有效提升地方的观光发展 记者卢依凯路股采访报道